你觉得这陶然怎么样 陶然是咱们的好妹妹啊 大俊 你去忙吧 不 今天我陪着你 哪儿都不去 工作需要你 去吧 零儿 谢谢你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幸福的家 给了我那么大一个儿子 谢谢你 我要谢谢你 我放心吧 放心吧 没事 我问过叶小们 已经说你很快就会好起来 相信我 我知道 我的日子 很多了 你 我说 你 别胡说 大俊 你快去忙吧 这儿不需要你了 你快去吧 那我 你就去开会 嗯 今天晚上我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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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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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爸爸晚上还有一个会 开完会我就回来 好吧 行不行了 爸 爸 你等等 来 您自己看看 您从进了那个屋到出来 才多长时间呢 我妈都病成这样了 你就不能多陪陪她吗 一边 行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是信访局的局长 刚调到信访局 你是干部要以身作责 老百姓的事都是大事 我们要理解你给你时间对吗 可是你理解我们了吗 我也有工作 我又去报社 请了半个月的假 你怎么就不能请个假来跟我照顾我妈呢 你放着病房里生命垂危的妻子你不管 你跑去管老百姓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合适吗 合适吗 你不觉得你是在浪费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吗 一平 老百姓的事没有消失 爸真的希望你 能成为一名有责任心的记者 我说过你 我就问你一句 你能不能跟我一块照顾我妈 她现在可是你最亲最亲的老百姓了吧 也许过来这个月我妈就 一平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一平 一平 爸去开个会 开个会之后 我妈上过来 行 走吧 走吧 一平 妈妈有什么情况 给爸爸打电话 爸 你不要 同志们 建立信访大厅的设想 我想尽快拿出一套完整的方案 向序理汇报 大家有什么想法 都说说 众局 嗯 建大厅您有经验 听说行政审必大厅就是您建的 嗯 我们听您的 众局 市委办公厅来的电话 下周三实力准备召开常委会 听取近期的信访工作情况 嗯 我知道了 同志们 杨主席指示 要在我们江东市展开一次信访百日会战 集中 全部力量解决多年来成绩的信访案件 信访百日会战 这不正好和我们的信访大厅一起 把这么多年来百姓的上访案子 集中起来一起解决吗 对 我们现在是光靠信访抓信访肯定不行 我们要整合资源 我的初步设想是要把市里二十几个委局办的相关负责同志 请到我们信访大厅来 这样呢 既可以方便群众上访 又能够集中全力解决我们信访中的突出问题 嗯 听 你爸刚到信访去工作 工作一定非常忙 你要多体谅他 我还不体谅他呀 他体谅过咱们吗 除了工作 在他眼里还有什么呀 他有他的事情要做 我们尽量不要去给他添麻烦 那您不是还说想让他多陪陪您吗 妈知道 你爸的工作忙 刚到新房去 那么多的人上房 再说了 你也知道你爸这个人 就是你留你能留得住他吗 随便一个上场的老百姓 任何时候都能把他叫出去 哪怕是在半夜 他一句言言都没有 他说他的手机是二十四小时开机的 可是咱们给他打过几个电话呀 这就是你爸 妈就喜欢他这样 我算是明白了 我算是明白了 什么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看来我爸这样啊 都是你给他惯的 小坏蛋 你不知道 妈在认识你爸以前 他就这样 你爸太会说 是她的 我完整了 Bey她在认识我 都比她伤识你 它很大 大语姐 我们现在有心想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来 季总 回来了 你写得太棒了 这个 李宗盛 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们要的那块地啊 现在已经开始挂牌了 太好了 马上组织摘开 好 那我现在就过去准备资料 好 这好 杨宇啊 这可是天气集团的一件大事 不但要快了 而且还要稳定 明白 还有啊 帮我阅一下王副指导 好的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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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集中解决老百姓的上访诉求 下面请各位媒体记者提问 好 请你 好 谢谢 陈书记好 各位领导好 我是江东电视台的记者 我的问题是呢 既然我们市委市政府给予信访大厅这么大的支持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是 信访大厅建成之后 相对于其他的单位和部门 会不会出现我们信访局的权力过大 或者是管理过宽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请中纪上回答吧 好 信法大厅是在市委市政府搭建的一个推进解决问题的平台 我们采取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多部门联手一篮子解决群众的诉求 因此 不会产生你所担心的问题 好的 谢谢朱局长 还有哪位记者需要提问 爸 哟 鸭子回来了 怎么没去画手啊 今天 我刚做画纸回来 你不用这么逼着我员工吧 我画画 妈 嗯 画得不错 不错 是我画得不错 还是我画里的女人不错 有胡说是不是 小爸 知道你宠言我吗 我说什么这回事 怎么样 评价一下 绘画技法不错 黑白灰比色彩能够更准确的表达你要表达的主题 老爸 你太厉害了 你不做艺术批评家太可惜了 又要捧你老爸 是不是 我是丫头 我发现你最近的画有些忧郁啊 我喜欢把人的生死悲欢 都表现在我的作品里 这样能让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对人的尊重 大道 你这幅画要是拿到拍卖会上 一定都卖大钱 这可你说的 那我先卖给你 好 起拍价五百 落锤价一千 太少了 老齐 我这画可不是什么浪漫主义题材画 是现实主义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这画面曾经在上周一下午四点四十分 真实地出现在江东市卓越大厦十楼 这个女人爬到楼上可不是看什么风景 她是想一跃而下结束她宝贵的生命 老爸 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人爬上那么高的楼顶 就是为了接触她的生命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 老大 老大 每个人的背后 都有一段新森的故事 我喜欢勇敢面对挫折 顽强地活下去的人 来 放在这儿了 来 放在这儿了 这么多啊 这都是你要的 好 行 放这儿吧 咱们俩还有事 那天你不是说让我提醒你一下 去一趟沈静他们家吗 哪个沈静 就是那天跳楼的那个呀 他老公被车压死那个 你说说我 全给完了 走 我们现在去 现在去 几点了 那就明天 表哥 明天去的时候别忘了提醒我 那你今天晚上 不去嫂子那儿了 我得把这些弄完啊 没事 你们回去吧 你就身体受得了吗 没问题 那我走了 来 给老爷子们好啊 好着呢 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的事吧 走了啊 一边 我是爸爸 妈妈怎么样了 中大局长啊 没想到啊 你还能惦记着我妈 妈 一边 把电话给妈妈 我想和妈妈说几句话 跟你说话 好 你看啊 我这儿 手上 还有好几个案子 今天晚上必须把它 离出一个头绪来 明天向市里头汇报 我晚上 不去陪你了 好吗 好 你能吧 二十万 二十万总行吧 二十万也不行 跳楼的事你也管得了 不闹 爸 你不了解这个女人的情况 她老公被汽车撞死了 自己还生病 领一个这么高的女孩 你要她怎么生活 天下老百姓多了去了 今天跳楼明天跳河 你能管得过来啊 老齐 你心太狠了 你心太狠了 好 好 来 拿床 走 这样的多睡会儿 都接电了 还没醒呢 昨天晚上熬一通宵呢 行了 先来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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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叫醒我啊 不是我不叫您啊 天地良心 我都来好几趟了 可桃叔说了 说您啊 好几天都没怎么休息了 想您多睡会儿 真的 是不是桃叔 是 强了一片好心 来 赶紧救会儿吧 旅长 我们要救着他把您喂坏了 这几天您太辛苦了 有时候啊 您当领导的 一带体谅体谅我们做家属的 您啊 一点正情都没有 对小燃 这三本啊是我整理好了 一会儿送到资料室让他们答应出来 中午就先送到室 行 对了 一会儿是不是要去那个沈 沈进家 来得及吗 来得及 那好 陈大 准备一下 吃完早餐咱们马上出发 来 那我在楼下等你们啊 师长 现在出门 早点火气 油条豆浆豆腐脑随您点着 行 我啊 给你机会 拿衣服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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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一会儿呗 啊 你陈鲜人家看着车呢 你陈鲜人家看着车呢 是你的吧 嗯 大冲啊 咱俩认识早几年了 你好像没请我吃口饭啊 不就请我吃口饭啊 油腿 我还喜欢 别总吃点油啊 放心吧 只有我手上给家人这点油啊 还什么都给你的 哈哈 你留着吧 行 大冲啊 官局官对那个神经是怎么处理的 按照治安管理条例 应该先允许一个事件 但是 考虑到他家族的情况 还给人照顾 在派出所关了一个晚上 那里面走不去 妈妈 哎 拜托兰警察叔叔来了 哦 你们来了 爸 沈静 家里收拾挺干净的 哎 屋里埋态 地方还小 要不 要咱坐门口吧 行 哎 您 您坐这儿吧 考虑这儿 众局您坐 沈静 我们给您带点优惠面来 哎呀您看 哎 钟局长 真是没想到你们会来 哎 哎 胡科长 马处长 哎 这个地方小 没地方坐 要您 没事 没事 我坐这儿行 没关系 哎 沈静 其实我们早就该来了 我给您添麻烦了 钟局长 要不是您 我 沈静 今天 我觉得 只要人还活着 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放心吧 你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负责到底 谢谢 其实我自己苦点倒没事 就是苦了我这孩子了 家里没钱 不怕您笑话 自从断了奶之后 他连牛奶都没喝过 那咋不给孩子买牛奶呢 没钱 我当终点工 一个月赚五百块钱 要交房租 乡下的老人治病 还得寄钱回去 房租一百二 寄回去一百五 我们娘俩 就剩二百块钱生活费 就是可怜孩子 丑丑 来 到阿姨这边 丑丑 阿姨带你出去玩会儿好不好 喜欢跟我出去玩吗 来 跟阿姨走 我带孩子出去玩会儿 来 谢谢你啊 陶处长 谢谢你啊 陶处长 叔叔 你看 你想吃什么 就随便拿 这是真的吗 阿姨 当然是真的了 你看阿姨是大人 大人说话一定要算数 对不对 对 你想吃什么 我想喝牛奶 来 大姐拿个牛奶 吃这个吗 谢谢阿姨 不客气 不客气 我这样尝尝 牛奶是什么味道 大姐 你再给我拿一箱吧 对 就拿这个 来 初初 这箱牛奶是阿姨送给你 咱带回家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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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 还要吃什么 再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 吃过茉桃吗 是不是喜欢这个绿色的 来 阿姨给你了 多拿几个 来 够不够 阿姨 这些都是给我的吗 当然是给你的 咱揣兜里带回家去 阿姨 你怎么哭了 阿姨没有哭 阿姨眼睛里面浸了点沙子 有点难受 这些牛奶咱都带回家去 好不好 阿姨 让我买这些东西 把这些钱都给我 我要站起来给妈妈奶奶看病 怪不得沈家要跳楼啊 要是换了我 我也再跳 就从那个家 就是让人没法活 诶 阿朱 怎么不说话了 抓住那个赵氏司机 我先删他进而过 要向你一些办法 找到那个赵氏司机 现在公安局正在侦破 因为撞人的地方 刚好是监控的死角 排查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一定想办法 找到他 找到他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网络的力量 在论坛和微博上 贴一些帖子 这样能够 或许能够帮我们找到线索 可以试试 人家公安局都找不到 咱讯访局就能找到 哼 哎呀 我可不信 咱们这个中局长啊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脑袋一发热啊 就大于人家 咳咳 嗯 沈静同志 您放心 好 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个赵氏司机的 迟早的事 不用担心 啊 相信我们 还有你逃出啊 你出什么点子要利用网络来找人 这 这靠谱嘛 网络是个什么东西 对 年轻人在上面找找网友还可以 要找一个逃跑的赵氏司机啊 大海捞针的 常乐 你不喜欢上网不能乱说 现在绝对不能低估网络的力量 我啊 六月天下雪 这事我不信 哎 我还真敢说 你爱信不信 你的 我别站着 你说出来 帮我 邱哥 老马陶硕 都在啊 大掌来了 大庄 这来就来吧 还带啥礼物啊 这不是想你了吧 咱马上就成为一家人了 大壮 现在跟常乐一样啊 学得平嘴了是不是 我平嘴啊 挺平的 我这人一向是最认真的 做事认真 工作努力 追悟者为我信忧 不追悟者为我何求啊 真有学问 咱都贴不懂是不是 是啊 不是 那你呢 大壮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啊 哎呀 我来是看看好朋友 还就是想看看 你们找赵氏司机的事 有没有眉目啊 有 有眉目啊 大壮 我说你也太天真了吧 怎么可能 我就不信了 在电脑上能找到人 真要能找到啊 那大壮 你就直接下岗得了 大壮去 大壮去 大壮 也不知道中局是怎么想的 咱信访部门是干什么的啊 也就是一个协调部门 对不对 谁都知道 咱挣的是卖白菜的钱 操的是卖白粉的心哪 没钱 没钱 只有一颗热血澎湃的心 不懂 马处长 喝点水 马处长 局长 来 马处长 坐下 接着说 别别别 我什么都没说啊 局长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对不对 没说没说 我也没听见 没听见 再说说 陶处 中局也在呢 陶处 关于沈静的那个案子 赵氏司机已经找到了 真的吗 找到了 走 走 我们看过去 陶处 真能行啊 我太佩服你了 走走走 我说你这小姑娘长得也挺漂亮的 咋就心那么狠呢 咋就心那么狠呢 撞来着就跑 都干什么去了 潮子 走 我找了 不找了 我问你 为什么到信网局自首 赵氏陶逸 应该去公安局啊 不是你们信网局 在网上发了帖子吗 我不来这儿 那我去哪儿 你知不知道你这还是犯法 我懂 他不就需要二十万块钱吗 那我现在打个电话 告诉我爸一声 可以吗 来吧 喂 老七 我现在在信访局呢 我导致公司邀请二十万 赶快速送到 不然的话 我就跟警察走了 冷告 你这是胡闹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二十万 如果不能马上送到话 您就去监狱里面看我吧 让董律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提醒他 警察同志 我待会儿那二十万一送到 我就可以走了吧 走 我估计你是走不了了 肇事逃逸 可是要刑事负担民事责任的 你说什么 来来坐牢吧 坐牢 不会吧 姑娘 我问你啊 开车的时候喝酒了吗 没有 车什么颜色 红色 你喝了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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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了 我喝了 你喝了 我喝了 你就喝了 你喝了 你说说这个孩子 剧总 这梵高啊也是好意 你也不要太责怪他了 早上跟我要二十万 我没给他 他竟然给我弄出这种事来 他现在啊 毕竟年龄还小 等过几年啊 长大了就好了 二十多了 还小 姑娘 你的动机是好的 我呢现在代表信访局 还有受害人的家属 先谢谢 好 进 中局 陶硕 梵高的律师过来了 好 现在进来吧 您请进 陶硕 你好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中局长 中局长 您好 您好 马处长 马处长 您好 您好 这是公安局的胡科长 胡科长 您好 董秦桓 走 好 你好 您听话 中局长 齐梵高是我们董事长 齐东的女儿 今天早晨呢 跟他父亲说想捐钱 跟他父亲吵了一架 这个事是个误会 给你们添麻烦吧 不好意思 麻烦了 麻烦到他们上 孩子呢是一个好孩子 我们考虑到他的本意是想帮助受害者 对吗 所以我们 也就既往不咎了 太感谢了 中局长 那 我能带他回去吗 可以 但是 但是 潘宝 我想告诉你啊 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但是呢 你这个做事的方法是欠妥 报夹案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 如果想帮助人 一定要考虑 帮人的方式和方法 好吗 好吗 我知道不对 因为当时沈静跳楼我正好在现场 后来我又在网上看见你们信访局 发的帖子要寻找赵氏人 我就跟老秦说 咱们捐点钱吧 可他不同意 我就跟他吵了一下 你爸爸做的也没错 捐款自由 对不对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能力 来看捐多少 不能像你这样 懂不懂你任性 冒充个肇事司机什么的 能力 他平时吃顿饭就花万二八千的 这事也就看他愿不愿意了 没有 中局长 我们集团呢 每年都要做很多的公益活动 董事长呢 每年也要捐助很多的特困学生 这次梵高一次要捐二十万 有点多 董事长所以没有同意 来 冯律师 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 好 好 梵高 您在这儿签个字 郑局长 来的时候呢 董事长说 要对被害人家属表示一下慰问 钱不多 必要心意 要不这样吧 董律师 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沈静家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当面交给他 谢谢陶叔 梵高 你觉得呢 梵高 梵高 太任性了 好 好 董律师 要不这样 不要 这个钱啊 先放我这儿 我替你保管 晚上我联系你 咱们一起去沈静家 你看怎么样 好 好 那我就等您电话 晚上我跟你一起去 好的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好 好 董事长 再见 好 再见 董事长 再见 走了 再见啊 好 再见 好 再见啊 再见 董事长 处长 局长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行行行 众局 你看一下 我说老马 你这手真够快的 人家捐的钱 你为什么替人保管啊 大壮 这你不懂了吧 我是怕他们中途变卦 一出门 干点什么事给忘了咋办 或者晚上回去一合计 不给了 那可不行 你别看马处平时这个人马马虎虎的 对这个钱可是从来不马虎 是不是 马处 那必须的 是呀 我可告诉你们 人家捐款是一种爱心行为 咱不许误会人家的好意 放心吧 董事长 董事长 我怎么没弄明白呢 刚才 你咋没问三句话 就知道樊高不是照着整的 你看 孩子开的是什么车 红色轿车 赵氏的呢 是白色面包车 对吧 其次啊 孩子说的是捐款 而不是赔偿 但最主要的一点 是我从他的眼神当中看着他 他对赵氏逃逸一点都不恐惧 这说明什么呀 不是赵氏司机 郑局 这我也看出来了 而且他看到我们一点都不紧张 也不害怕 就知道这里没有问题 对 呦呦呦呦呦呦 大赵 啥时候比局长还高明了 啊 妈妈 也太锁了啊 不再这么害人的啊 众局 那我先傻了 行 我回交差 好 再见 好嘞 哎 哎 都忙吗 再见众局 哎 哎 哎 喂 陶市长 厅长 你们又来了 请进 我们来看看你 然后给你送点小礼物 快快 请进 怎么又买东西呀 不用了 上次送了就 那快 快里边请吧 好 您请 初初 写作业呢 初初 看什么了 你想我了吗 给你买东西 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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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乖 初初 是不是电梯阿姨给你买好吃的呀 那叔叔也给你买好吃的 那就是 给你买东西 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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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初表扬我了 那我得给表现一把 初初 跟叔叔出去也给你买好吃的 行不行啊 那咱们走 爷 马上 您都还钱了 没事 叔叔 叔叔 这位叔叔可有钱了 一定要找他买最好吃的东西啊 快上去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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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走嘞 初初 咱们出去喽 马上去 您真别乱花钱啊 小心吧 真乎乖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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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太乱了 我不用坐 我不用坐 您坐这儿 您坐吧 小心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天琪集团的董律师 他们听说了你的事情以后 想给你一点帮助 这位是天琪集团的董律师 这位是天琪集团的董律师 我代表天琪集团 齐东董律师长 给您带了点钱 两万块 不多 不要再信了 两万 太多了 谢谢啊 谢谢 真是好人哪 不用客气 其实您这事 是我们董律师长的女儿先发现的 现在我们集团上上下下 也全都知道了 来 是我的名片 一会儿有什么事啊 警官找我 谢谢您啊 董律师 您回去谢谢齐总和她女儿 咱们这个城市真是好人多 小心 这个是我们信访局 所有工作人员的一点心意 您收下吧 谢谢 哭什么呀 这事应该高兴啊 是不是 对了 终局还让我带话给您 我们新的新房大厅马上就要成立了 需要招聘一些保洁工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到我们新房大厅来工作 我愿意啊 那我一定好好干活 这不是干活 这是工作 我告诉你啊 我们新的新房大厅很漂亮的 我好好工作 不感谢是个视频 你不能处啊 可以 也没有 你有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嘛这么顺顺秘密啊 与什么事啊 瞅见没 什么呀 甭拿瞅见 往上瞅 什么 信访大厅 干啥呀 还要上访呢 不是 你看 这不新成立个信访大厅吗 将来这条道 这条道就是所有上访人的必经之路 是吧 那假如将来这人老了 是不是 你就随便在这边你摆个啥小摊 是吧 卖个矿泉水 那你都挣钱 是不是 你要干小买班啊 我啊 你找找找找 这小屋 嗯 开饭馆咋样 我觉得不错 哎 但你 你前面那个活呢 就是你工地上那个 那哥就不在工地上干了啊 哥就在这儿当老板了 你借个点钱行吗 多少钱 怎么的 也 还得一万嘛 一万块钱 没问题 是吧 嗯 那啥 你看 我这儿给你这个协议 待会儿我就跟他们老板去谈去 你帮我把把关 这法律上的事呢 好了 中间咱们这要做个换班似的 嗯 但是一定要注重工程质量 对 对 那个两边咱要做两个话题 中区 来 哎 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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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你说个事啊 嗯 昨天晚上我去看嫂子了 她情况不是很好啊 你有空得多去看看她 嗯 我先进去了 来 张区长 张区长啊 你上来干得真不错 有苦的冲劲 嘿 这主要是 也是咱们省信访局和您的领导啊 嘿嘿嘿 你小子也就会跑人了 张区长 我说的是实话 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没有您的领导 您说我一个人哪有这么大本事 江东事件信访大厅的事 省里特别重视 要推广 你边干边总结 必要的时候 要向国家举汇报 明白 好 再见 好 再见 你上摊家去了 摊 摊家 摊家在哪啊 摊 摊家在哪啊 摊家还有啥人 她家那天去还见了 还给我女儿 还有几岁啊 给我女儿条件特别不好 你要干嘛啊哥 不是 我这问问你 你上她家干啥去了 我上她家 我们齐总啊 觉得人挺困难的 然后呢要给人捐两万块钱 我就给人送过去了 哎呀 两万块钱哪 嗯 这有钱人真是大方 一下两万块钱 这会儿将来也是资产呢 哥 你这买卖要是干上了 咱们好好干 地支持你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好好赚钱 咱以后也会有钱 那个 那姑娘是叫沈静吗 她 对 是叫沈静 沈静 沈静 你怎么知道她叫沈静 你没跟我说吧 你跟我说她叫沈静吗 你们这个两个不成气的玩意 是吗你们呢 啊 蛇这么个老脸 我 我要这个房子 容易不 我这房子还没等到手呢 你呀 开始跟我讨价还价 叔叔 养儿啊 房老 这妈呀 没人怎么地 就让我出去租房子住 我打死你 是什么你啊 爸 我们那是真有困难 你看我们家就两间房 一个呢 我们两口子住 另一间呢 你大孙子住 你大孙子今天都十八了 那么大的姑娘 你说你去了住哪儿啊 我说的你听明白没有啊 我不明白 我明白的是啥啊 站在我面前的是两个白眼狼 爸 少说话你 哎 你都说了啊 爸爸养一个姑娘 是什么了 小面狗 你也不溜我啊 他也不溜我 爸爸伤心哪 你知道不 咱们家这个条件 只能给咱们一间半 我是愣要量解 因为那新房局的人啊 说知道我困难 就给我把那半人房的钱 就给免了 说这叫困难救助 爸 你说 你说我家 他妈住我那儿 和你外孙女住一屋 我这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吗 我们两口子 每天在市场卖菜 一个月也就能挣三千来块钱 你说 孩子上学需要钱 老人看病他也需要钱 就这点钱 我们一辈子不吃不喝 还买不起房子 借口 咱家这间房子 一家四口挤到一块 住三十多年的 从四口一直住到六口 不都给你们带大了吗 你这个当姑娘的 结了婚了 你还回家来住呢 你这不是逼我吗 你知道吗 你爹这一把老骨头 还有几天活死了 你就是把我逼死 你问 你 你知道为什么 那么多户到现在还没买走吗 大家不都是为了多要一间房子吗 这年底前 可真的要动签了 我说爸 咱能不能多要一间呢 那不要白不要啊 你疯屁 给我滚 爸 别他妈给我扯这套 你就再想想办法吧 爸 说什么 想什么办法 给我倒酒 哎 爸 走 走 爸 你说 你再想想办法 咱得多要一间应该 多要一间 滚 不要白不要来吧 走走走 爸 我烦你们 我瞅着你们 我心里闹 我 行行行 行行 我们先走 我我喝酒 我喝酒喝酒 喝吧喝吧 爸 你再行事行事啊 咱得多要半间 再想想 多要一间 那不要白不要吧 记住点的啊 行行我们走了啊 爸 爸 我再想想办法啊 注意点身体啊 走了啊 少喝两口 真是 谁啊 您 您找我谁 那个 我是 我 我没订盒饭啊 我 我不是送盒饭的 我 我过来看看你 我也不认识您啊 不是 昨天是不是有人给你送两块钱 啊 齐总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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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不是齐总 就昨天给你送两块钱的人吧 他是我弟弟小董 我是他哥 老董 啊 就就你 想开薰短剑的那个 要跳龙那会儿 那 那是 我给这个腰里人打电话 我去老董 看看你来 嗯 董大哥 哎呀 那 您您您快您您屋里请 哎呀 来 您您在这儿吧 行啊 您坐 您这是 哎 你您也坐啊 您您坐吧 不是不是不是 您您您也得坐 您您坐吧 我再坐 这是屋里地方小您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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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干活呢啊 嗯 那啥 那个 我吧 我我我过来看看你 嗯 嗯 我知道 你呢 从这个 悲痛的心情里边跳出来 哎 哎 不不你 你咱老说跳的事干啥 就不说跳的事 那个 大镜子 啊 不是 我我我我叫你 大镜子行吗 哦 行 哎 那那以后你就叫我老董就行 是吧 我叫老董 我们家的哥俩 我叫董青忠 我弟弟叫董青华 就昨天给你送钱的律师 那是我亲弟弟 然后我上面吧 那个老人都没有了 这个 没啥负担 我我老哥一个 还没有家呢 这个 这个 咱们是 都是苦命人 是吧 咱们心意相惜 我我我今天来呢 我我表个心意 我买买买苦瓜 这玩意败火 还有这山药 山药这高档食材 还有这个木耳 这专门清肺的 你不火气大吗 是吧 嗯 你看 你看您能 您能来看我 还买东西干什么呀 那谢谢啊 咋这么客气呢 这都是一家人 你这么说话就外道了吗 大镜子 我吧 是个能为你 两肋插头的人 哎哟 董大哥您快别这么说 快吓人的 昨天您弟弟来 给了我一张名片 说有事让我找他 那必须的你 您看 您又来看我 你们家人真好 仗义那是我们老董家的 优良传统是吧 这一直保持到现在 那不容易呢 你知道吗 你这家里没个男人不行吗 那啥 那个 那啥 大镜子 我跟你商量个事 啥事啊 我吧 就打算在这个 西方大厅对面吧 我打算开个饭馆 然后现在吧 差不多得摆个六担锅 我一人他忙不过来 我就想请你到那儿 给我帮帮忙 不是 你不是 我跟你说 这工资待遇是咱好处 我挣多少你挣多少 行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的 董大哥 信坊局的中局长来看过我了 他说等信坊大厅建成之后 让我去里边做保洁 我都答应人家了 你看 您的心意我就领了 别说 好事是吧 人得往高处走 诚信最重要的